张敏现在竟然变成了这样子!拿掉墨镜以后吓死人了!不敢相信她是奇梦! 图取自新浪娱乐,下头! 曾在《赌神》系列饰演经典角色启梦的香港女星张敏,被许多人视为90年代女神。 近年来她敢出演一圈,鲜少人知道她的近况,但日前有网友在微博曝光她的近照。 留着俏丽断发的她,美丽如稀,让人难以想象张敏其实已经47岁。 这名公开照片的网友说,她是张敏干女儿的好朋友,而张敏现在过得很好,每天都很充实。 世上最美星雨郎张敏。 张敏,和周星驰合作最多的女星,也是不少人心中最美的星雨郎。 1987年,还在亚师议员训练班学习的张敏在向市民派发参加亚洲小姐宣传单时被永胜影业的像泰看重。 邀他加盟,首部电影便是与刘德华,吴梦达还有当时红极时的红星小冰冰合作的《魔匪翠》。 为力胖张敏,永胜影业还请来当时影坛的首席女星性感女神钟楚红与张敏合作主演《火舞风云》。 1988年,本片说是钟楚红主演,戏粉却是张敏多,为此红枯当年还有小小不快。 《火舞风云》当年票房一般,口碑相当不错,张敏更由此被誉为香港影坛最具潜质的新人。 不过真正与让张敏受到观众瞩目的却是在刷新香港票房的《赌神》周润发主演,钟的演出。 二后,与周星驰合作的《赌神》再度刷新香港电影票房记录,张敏迅速成为电影圈最当红的女星之一。 几乎所有的《永胜大戏》和周星驰电影都是她的第一女主角,每年拍的电影《不下十步》。 张敏也由此成为全港九十年代最卖作的女演员,也香港电影史上最卖作的电影女星。 还记得《桃学威龙》里张敏最后那舞内一笑吗?当年为了这个笑容,我们几个小男生把这部电影看了四五遍。 这一切,归功于两个男人,一是台前的周星驰,二是幕后的向华盛。 周星驰不多说了,向华盛是永胜影业老板,也是传说中张敏的男友,所以以美艳这称的张敏。 在圈中多年,却单纯到连一起飞纹也没,实在是当年向华盛在圈中势力极强,没有傻到招惹她的女人。 只可惜向华盛早有妻,张敏与向华盛的交往始终是陛下的,对外,两人从未承认过彼此的关系。 1994年初,张敏与向华盛,向华强在某高级餐厅用餐时,向华强被袭。 当时有两个版本的流言,一是向是兄弟有黑社会背景,此起事件是黑吃黑。 第二版便是袭击目标其实是张敏和向华盛。由于向是兄弟的背景太深,此事件也不了了之。 不过张敏至此之后却和向华盛见航见远,而后向华盛终于与原配夫人离婚,却也未娶张敏,各种缘由,也只有当事人知晓了。 不过张敏对视野还是有野心的,离开了永胜,他开始自私拍戏。 首部电影找来他的好友梁家辉和吴千莲合作《一千零一夜之梦中人》。 没想到电影未拍完,梁家辉便以荡漆为由离开剧组,让张敏损失惨重,近千万港币水漂,一对好朋友也就此反目。 为挽回损失,张敏又亲自上阵开拍《追女仔九十五之奇梦》,票房过了千万,总算是小赚了一笔。 却以为这是对张敏打击还是挺大的,再加上与向华盛结束了一段感情。 于是1996年拍完最后一部电影《十兄弟》后,张敏便淡出了娱乐圈,全力经商。 只可惜讲义气的张敏常常遇人不输,几年投资下来,在金钱方面损失惨重。 也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生意上我的确并非太如意,例如早年打算在内地办传销生意。 但内地禁止传销,商业许可证办到最后也告吹,算是比较倒霉。我又太容易相信别人。 以为他们是好朋友,没多想便与他们投资做生意,甚至借钱给他们,最后当然一毛钱也没拿到,总共超过一千万港币,没办法。 幸好我把钱看得不是很重。 张敏曾经一口气在上海开了连锁美容店、时装店、明星照片准印T恤店等等。 除了赚女人钱,她还想在房地产方面大展拳脚,与香港某房地产集团合伙在广州兴建别墅豪宅。 又在上海投资羽龙共吴卡拉OK。 可惜,上海的六间时装店及两间美容店亏损严重,张敏只好在1999年6月,决定关门。 2002年初,张敏她经过长时间的调整及经纪人朱永龙的鼓励,决定再度踏入演迷圈。 拍摄了《战国红颜》等电视剧,凡想只能说是一般,可能是几年的经历不如人意。 张敏早年不可抵挡的眼光竟然磨灭不少,瘦虚的脸庞与娇人的身材虽说欣慰仍在,可终不及当年性感由乌迷到万千影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